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馨真挚的人犬奇缘 每天清晨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警犬技术支队的副支队长王雷 都会带着他的警犬安安进行晨练 王雷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 至今已有19年的待犬经验 安安是从咱们昆明的竞选基地选拔出来了 当时其实戴安安是为了接搜报上一个犬子班 我想的第一个训练科目就是搜报 搜报训练因为北京的安检现场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是第一步 在训练过程中发现安安的各方面能力比较全面 所以后来又拓展到搜读 血迹搜索和无症搜索 包括后期的铺咬 原来说母权可能搞铺咬少 但是通过训练 通过咱们有经验的主训 就是开发安安这一项 我觉得也是很成熟 就是在咱们警犬使用领域拓宽以后呢 这些嗅觉作业的时候 其实母犬更具优势 母犬呢比较细致 而且呢它来说兴奋和意志 相对来说要比这个公犬要低一些 所以好操作 安安呢其实在很多现场都发挥过成绩 咱们现在的警犬技术 我觉得它作为一种生物技术 而且也是不可替代的技术 我叫刘凤毅 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九支队三中队的一名民警 我主要从事的是 警犬训练和使用的工作 我带的警犬是比利时的马里努阿犬 它的名字叫斯基丁 四十岁 是一头公犬 训练的科目呢是搜索科目 黑火药 藏那个黑火药这种杂药 藏的座椅 座椅底下 这样模拟呢 这个体育场搜索 座椅看台 对警犬进行训练 这狗是不允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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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台词 只能华子表示它找的那个包炸物 好 走 拿来拿来拿来 斯基丁是我从小带起来的一头精犬 它跟我的交流应该比较多 在平时的时候我没事去散放它 让它出去排完遍以后 基本上不在外面自己玩 都要回来找我的 四夷丁这个犬的性格 就是比较温和 但是听到口令去寻找这个物品 寻找的比较执着 不找了真是说不找了不回来 就一直在寻找 人带这个井犬羊带酒的话 它就是一些性格脾气品性 都应该随主人 它小时候我照顾它 就像父子一样 现在它跟我一会儿工作 反正就像我的一个家人一样 慢点吃 慢点 吃点狗粮食 我帮你带着肉松油的嘴上 粘成红渣了 我喜欢一般的鸡汁干净渣了 就给它弄炸了 干净了 没想到我 翻越障碍 对于井犬来说 是一项对他们的综合能力 要求非常高的科目 带好的井犬 在训练的过程中 也难免遇到失误 这时就需要带犬民警 对井犬进行俯拍强化 及时给予鼓励 培养井犬的自信心 因为太极可能失败了 腿一下可能处那缝里去了 但是他下来马上 拍拍他鼓励他 跟他玩一下 马上带着他上 上第二遍 上第三遍 把这个恐惧心理给他消除了 你看到后来 他消除这个恐惧心理 自己不急了 自己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了 拍拍拍上得特别顺 慢慢地 越来越顺越来顺 你这张爱得扛不就行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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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先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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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一个眼神 或者一个动物 他就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包括他的一个动物 和他的一个眼神 我就能预判到 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最佳状态不就是 一个人犬合一吗 人犬合一 它有一个前提就是 必须得让犬能感受到 你开心 你高兴 他做对了 他完全是按照你的指令去执行的 冯志雄是警犬技术支队 第四中队的一名带犬民警 是刘凤义警官的得意弟子 2012年 冯志雄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毕业 参加工作已经五年多了 参加工作立陶警犬是搜报犬 它的名字叫酸奶 它这个比较喜欢吃酸奶 所以说又是一头小母犬 所以说给它起名为酸奶 酸奶虽然是一头母犬 但是它特别自主 是一头特别兴奋的警犬 所以被冯志雄称为 女汉子型的警犬 工作起来 不亚于其他公犬 常与冯志雄一同 执行各类任务 走 嘟 嘟 嘟 看拥 嘟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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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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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 所以之前挑犬她是因为她特别兴奋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迷糊其实的女汉子吧 因为她干活特别不知疲倦 我想可能能弥补她这个天资 所以说后来也是 她现在变得是在这个搜报方面特别的好 但是还是有一点这种母犬的那种天气 还是比较粘人 在这个公安队伍里 这个带警犬的这一只 这一只小的队伍她其实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她的装备她不是一只枪 她是一头警犬她是有感情的 而且她不是一个成品 比如说一只枪我可能经过训练之后 她本身是可以用的 但是警犬从一开始的时候 她是不会工作的 你要一点一点的 然后对她进行训导训练 然后一起在这个积累经验 然后才可以一起出琴 我们讲究的人犬结合 是在工作中就是人和犬形成一个整体 来互相补充 可能是犬的嗅觉要比咱们这个人灵敏 而且犬的这种 扑咬这方面这个凶猛性 包括这个咬合力 都是可能是别的这种动物 别的生物它不可能达到的这种效果 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说 人可能就是在这个思维方面 在这个指挥方面 这方面的能力 人是占主导 所以说我们强调人犬结合 就是让人和犬形成一个这种 形成一种合力 形成一个整体 让它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工作 一只只碎眼惺忪的可爱猛虫 如何成长为形态各异 个性鲜明的训练能手 又如何变身敏捷威猛 冷静果敢的忠诚卫士 井犬成长剂 带你全方位贴近井犬 展现科学严谨的训练方法 挖掘轻松辉谐的井犬趣闻 探寻代犬民警 与井犬之间温馨真挚的人犬其源 王磊还有另一头 名叫安保的井犬 因为眼睛发炎 王磊约好受医院的马大夫 带他来医院治疗 安保是安安的儿子 也是王磊目前出警时 所带的主力犬 本身左是两边 那边是没事 哎 那又没事 有没有 他长得真眼性的那种 是啊 那里边也可以 一秒两边 这头叉鸡 这头叉鸡 就很一样 可以上那一道 点上一道 两道 上一道 看这个钮 你看 可以上就很够了 你还给我上 手医院是警犬最怕的地方 所以安保一直抗拒 马大夫的治疗 最终还是由王雷亲自上阵 给安保上药 虽然勉强给安保涂好了药 但是马大夫要求王雷 未来几天都要带他准时来受医院治疗 看来安保还得来受医院 继续闹筒几天 警犬基地有专门为警犬开设的 专用洗浴室 待全民警都会定期给自己的警犬洗澡 司机厅早已习惯了刘凤毅的 全程搓澡服务 虽然有些无聊 但他还是挺享受的 除了警犬 刘凤毅家里 刘凤毅家里 还有一头名叫饼干的太尼犬 周末时 刘凤毅就会领着女儿 带着饼干 去宠屋美容店给他洗澡 我媳妇也很喜欢动物也很喜欢权物 包括我们家孩子 可能是被我们俩影响的 对这小动物也特别喜欢 家里现在也养着小泰迪 基本上没对他进行过训练 都是一些小的一些玩意儿 有时候教他一个拜拜 有时候我们家孩子可能会说 过来鸡掌 那狗会直接用两条后腿 在那跳跳跳 跳在我们家孩子那儿 跟我们家孩子拍手 拿两个前转 跟我们家孩子手去拍 没有像司机厅这么要求严格 我想家里的这个宠物犬 毕竟不是咱们的工作犬 没必要要求它一板一眼 人对犬的要求 其实好些时候犬不规矩 往往都是人造成的 其实犬根本就没什么错 主要是它的主人造成它不规矩 第二条犬叫壮壮 是那个13年 我去昆明学习这个城市追踪 就是咱们那个印制地面追踪 培训班的时候 是从昆明 关布昆明基地 然后领到了一头犬 壮壮是一头马里弩蛙犬 因为体型偏瘦 冯志雄便给它起名叫壮壮 希望它能健壮如牛 好 坐 坐 好 坐好 当时它只有四个月大 因为在那边环境天气比较好一点 然后在这边它冬天有点不适应 所以我们每年冬天的时候 都给它要给它加一点菜 有的时候会经常去看 它需要的话它还是有一点适应 它那个精神类型比较均衡 就是属于活泼型 就是它干活的时候就是很积极 但它休息的时候 它也会很安静 就是这种平衡转 就是精神类型转换得特别好 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 效率比较高的精犬 而且在追踪过程中 它由于长时间接触咱们的 追踪的气味 所以说它对气味比较敏感 它的一个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活泼 这是一个追踪季线的布设的一个过程 然后追踪就是犬依照 遗留下来的气味 然后沿着相同气味的基线 找到犯罪嫌疑人 或者是找到它相关物品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我们来模拟一下 它是怎么找到的 然后我现在是它的训导员 也是一个假设的犯罪嫌疑人 那么我中途要放这两个东西 看它能不能准确地找到 然后现在我在布设它的一个 我留下来的气味的基线 然后这边是一个起点 在进行硬置地面追踪训练时候 之所以用很长的牵引绳 是为了让警犬能够发挥自主性 让警犬降低对人的依赖 摆脱人为的控制与暗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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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师父当时一直带着我 包括传授给我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是一种传承 我现在跟他学的还没有学完 但是从一个不断地倾听 不断地聆听师父教会的这么一个角色 可能现在变成了一个 可以有一些经验 有一些看法 一些会让交流的这么一个角色 2014年9月份 经过昆明学习三个月之后 就回到北京来 把拳也带回来了 因为当时那个拳的状态 还可以基础也比较牢 经过这个现场 现场上使用了一两次之后 发现咱们这个不是很贴近 包括有很多的需要改进 后来我师父就带着我 找了一个周边的训练成绩 25公里左右 然后跑到那个 有一较大的一个停车场 那边的地面是砖地 包括这个百岳陆地 包围什么地都比较有 而且面积比较大 适合新来 刘凤逸和冯志雄 过去在一个中队的时候 会经常一块训练 像他们这样的师父关系 在精选基地还有很多队 我俩也不在一个队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 见面的次数不是很多 所以说一起训练的时候 也不是很多 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 有问题互相交流 已经从那个 从那个当时的一个传授 包括到现在已经变成了 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讲解 变成了一个交流 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你有什么觉得好的方法 好的技巧 然后你和他说 然后他也会针对现在 我们能不能这样 然后去我们俩一块去实验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极思广益 我觉得更有效率一点 应至地面追踪 是为了让警犬能够在 在比山地 草地 更加复杂的城市环境中 进行气味追踪 进而发现物证 及犯罪嫌疑人 这也是晓风和他师傅 常讨论的话题 我可以担心地 每次训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高兴的心态结果 人一高兴的心态结果 全也一高兴的心态结果 人往往在训练中 人的一个状态 人的一个心情会影响到群 每次都是 现在不是讲的欢乐教学吗 这个群也一样 他每次都特别兴奋特别高兴 他下回还要干这个活 人呢也不沮丧 全能输的时候也不沮丧 下回来他对这科目还特别感兴 特别高兴去干 一只只肺眼惺忪的可爱猛虫 如何成长为形态各异 个性鲜明的训练能手 又如何变身敏捷威猛 冷静果敢的忠诚卫视 井犬成长剂 带你全方位贴近井犬 展现科学严谨的训练方法 挖掘轻松挥鞋的井犬趣闻 探寻带犬民警 与井犬之间温馨真挚的人犬奇缘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总队 井犬技术支队 四支队民警 我在韩思雨 我们这个平时日常训练的扑咬 我就把它和盾牌 抓捕手 揉合在一起 去处置一些这种 咱们可能会发生的这种 防恐这种大型突发事件 人犬顿相结合的这种基础战斗组 是目前井犬技术支队 正在探索 应对恐怖袭击 治安巡逻等工作时的 一种训犬方案 目的是将井犬的能力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如果要是说咱们这个 和井盾 井犬去配合的话 井盾是盾 井犬是矛 互相的各井种配合好了 形成一个真正正正的 这个处徒小分队 科拉达是韩斯宇一手带大的井犬 是一头兴奋度很高的犬 在扑咬过程中 井犬有时候过于兴奋 会咬破自己的嘴皮或舌头 在我这儿 我拿他当战友 拿他当战友 拿他当朋友 然后在他心里感觉 拿我当主人 可能还有拿我当父亲 因为很小的时候 就是我带了 他可能都认为自己 我和他是一个物种 我感觉是这样 除了战斗小组的军犬方式 韩斯宇还要从事 井犬的助训工作 其实助训这个 可以说现在说这块工作 是可能大家所不了解的 不为人知的 因为这块的工作是 有选单位吧 应该是一个高精尖的一块工作 他需要借助完全是助训员 也就是咱们有经验的训导员 他来完成 像一些咱们简单来说 助训不光是在铺咬方面 可能是在嗅觉作业 他再去帮助其他的民警 来改正 全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问题 不良的联系 像在强化不到位的时候 需要由助训来进行强化 如果在咱们服从性的一些科目 这个训练员由于经验 可能要稍微差一些 或者不能够完全控制犬的时候 是靠咱们助训员 来对犬来进行诱导 包括一些刺激 让犬第一时间马上能够明白 在扑咬这个科目来说 助训员 他是扑咬的这一个灵魂 扑咬犬再优秀 不是主人训终人 而是由助训员 多个助训员组合起来 塑造出这么一个完美的扑咬犬 因为每一个犬 它都是不一样的表现 助训员手法好的 会让一头对人没有公信的拳 在短时间内变成一头凶猛的扑咬犬 而且通过咱们训练过程 其实助训员他技术再好 也有受伤的时候 扑咬这个项目来说 主人站的作用是 要小于助训员来做 真正来说 三分主人是在鼓励 在鼓励他胆量 七分的都在助训员怎么调引 怎么给这个犬 咬得更舒服 让他更勇猛 带犬民警高于所带的 罗维纳犬巴法罗 是一头在扑咬方面 表现出众的警犬 警犬制训员 可以说是警犬的服务 与带犬民警 都是警犬训练的直接参与者 对于警犬训练的成败 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很多的就这种案件 往来说包括咱们去协查 咱们的看守 人都抓来这了 往来咱们在边上看守 有他在 顶好几个人 罗维纳这种犬 本来在世界上就是以咬合力而不称的这种 它是所有犬种里边咬合力最大 包括咱们老说知道这些胸猛的藏狗 什么高带锁 这些都算上进来 你可以看看我们当时用的护具 其他的犬咬上都没有事 而罗维纳犬咬完了以后 你可以看很多人的胳膊是轻的 咱们进来 还进来以后就站好咱们那个 不小心的位置站一个扇形 咱们散开了站好 作为代犬民警 刘凤义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担任基地的警犬助训 及相关指导工作 只有在熟练掌握了警犬训练方法的基础上 才能在训练过程中发现问题 并及时纠正问题 经过警犬轮番私咬 刘凤义体力已经严重透支 对于重训员来说 这同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重训过程中被咬伤 是常有的事情 而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更是潜移默化的 扑咬的助训 其实是对人的腰 什么胳膊骨骼 其实伤害挺大的 您看刚才这个 是一个原地的咬 原地的咬相当于 咬上以后 你得用身体来跟它进行搏斗 然后包括远距离一个咬 构几十斤的这个颈犬 到时候冲击起来 就有好几百斤重的力 一下就跟一块石头似的 砸你身上 你整个这个承受的力量 全靠你的腰啊 全靠你胳膊 整个身体去接着 所以一般的助训 当时间长了 这个一般来说 这都会腰或多或少 出现一些毛病 基本上啊 那个我们当那个 铺咬助训员啊 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是 或多或少都会有伤 你看我这块 这块这个伤 训练的时候 保不齐跟它 在争抢物品的时候 拳有时候一倒口 或者拳的嘴比较急 有时候就拿牙碰一下 这保不齐的这都是 尤其这个扑咬这个助训 被咬几率更大 换那个 换那个衣服 那个 换那个衣服 给的时候啊 对 高一点 它脸麻犬 它比较辛苦 盘一下 你看到这儿了 咬你对 把劲儿卸了 好 好 好 你 好 好 好 来啊 好 好 对 那个牙在牙 牙对 好 好 你 你要 你帮一会儿吧 就是说一下 隔着它走了 它能有 你这样 挖挖挖挖挖挖 就行了 它有的时候 你看 发现 我看 坐地不集中 坐地不集中 你就动了 动 动稍微的 这帮帮就行了 最后能打的 一会儿注意它 满处找人 就行了 对吧 天安门广场 有带你去过吗 有一次我执行任务 你不是 你爷爷爷奶奶 还带你去了 找我他 家里人呢 都比较支持 咱们警察的工作 然后我们那个 代权民警呢 可能又在 警察队伍里 属于比较 少一些 然后家里人 也挺 引以为好的 这天是韩思宇儿子的生日 也是他难得的休息日 一家三代都欢聚在一起 他们特别为警犬 柯拉达 准备了一份蛋糕 好让柯拉达 也能感受到家人的喜悦 在人们看到警犬工作 光鲜微猛一面的时候 其背后 是广大代权民警 与警犬所付出的 大量心血与汗水 尤其在社会 高速发展的今天 警犬工作 不仅仅在于行侦方面 更广泛应用在日常安检 治安 警卫 消防 边防保卫等领域 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保驾护航 而代权民警 作为警察系统中的特殊力量 将大部分时间 投入在警犬事业上 警犬更是将自己的全部 都交给了人类 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